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新闻 十分钟时间快速来了解台湾今天日报的一些重点 好 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看到是反空无法公投 昨天中选会议的一个结论 成案 确定这次的公投会绑大选 不过中选会后续还会有动作 将告连数未造 由国党立委卢秀燕所提出的反空无公投案 中选会昨天的会议决议成案 将跟年底的九合一公投来合并投票 不过中选会的副主委表示说 这项公投的比率未造的情况比率不低 除了以谴责之外 依法也会提出刑事告发 委员会虽然经过充分讨论给予成案 但是说这是个痛心的决议 希望各界能够珍惜民主价值 好 国民党这边说 如果被诬告的话 他们也会采取法律救济 面对卢秀燕之一说 这次他们送到中选会的联署书 经过点交其实是48万多份 最后查队的结果却说是49万份 怀疑中选会造假 中选会方面的解释是说 外界有一些不实的指控 中选会严正的诚心 他并且说 在这个领衔人在送件的时候 分类造册方面不够完整 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林药豹今天在内夜谈到卢秀燕昨天的轰 那么他的一个大高分贝 而陈英勤呢 他的哽咽 而赖魁昨天也不高兴 犯空污公投成案立法院昨天的一个交锋 卢秀燕说 中选会连算术都算不好 而陈英勤说 死人连数公投竟然成案 他也非常的痛心 赖清德则是说 应该要修公投法 避免大量抄袭 好 那么接下来会启动一些刑事告发 检方说 中选会这次看起来 政治动作非常大 说有连数数造假的情况要从何查起 而被告是谁呢 金内核报的新闻分析是说 司法出手查公投 蓝营要小心恐怕错估后坐立 现在看起来算是成案了 但是接下来呢 如果进入了一些这个司法的程序啊 比如说呢 传唤国民党的一些相关的党工啊 志工等等 只要有人呢 传唤的时候 就被授意要去这个卫造签名等等的话 这罪名就会成立了 这后续呢 包括了会不会整个案情向上发展 对国民党的冲击恐怕不下于这超党产了 所以在后面的后座力部分 倒是今天联合报有特别的提醒 好 今天在联合报的二提 中文时报头版头条 旺报头版头条 提到都是美中在贸易战场之外的另外一个延烧 在军事方面的对峙升高 中文时报说军舰差点相撞 只差了41公尺 这个事情主要是在前几天发生的 白宫跟北京他们的紧张关系 因为贸易战方面向延伸到了军事 美军太平洋舰队表示说 飞弹驱逐舰迪卡特号 9月30号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作业的时候 遭到陆方的船舰海军170舰蓝州号导弹驱逐舰 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逼近 双方的这差距只差了41公尺左右 非常的近 迪卡特号是被迫改变航道 避免冲撞 好 这是今天联合报的一个角度 那么中国时报今天则谈到中国这边说 这个美国方面的一个靠近是美国挑战中国的主权 南海先波 那么大陆方面也谴责这种挑衅行为警告驱离 今天在旺报的头版头条说着贸易激战到中美的军舰差点对撞 美国到南海来挑衅大陆是展现他们互主权的一个决心 联合报今天内夜说美中的贸易战火蔓延到军事 后续如果稍微不慎的话 恐怕会重蹈2001年那个时候的撞击事件 而南海的军事摩擦不断 美中军机在去年也曾经有过近距离的交锋 据在贸易方面 这贸易战川普是全力来对付大陆 准备要集结欧盟跟日本等国家来对付中国 今天在联合报内夜报道 好 中文时报今天在头版二题说是 而这个假新闻的事件 在赖魁下令要盘点法规 立委的一个质疑 假新闻风波不断 蔡政府是宣示要打击假新闻 除了各部会有设立澄清专区 现在也在严你要修正国安法这些法令 类清德昨天表示说 行政院将会全面盘点现有的法规 思考是要另外立新法 或者是修正现有的法令 这个会期就会通盘来提出来了 不过这个记者协会的干部就说你到底是还需要什么法规啊 民进党一向是标榜捍卫新闻自由的一个政党 实在不知道政府到底现在想要修什么样的法规呢 这执政乌烟瘴气难道都推给假新闻吗 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二题的报道 分道内夜当中呢 中国时报就说绿表面上打假 实际上是想管制新闻呢 其实学者也提出一些反对 好 昨天另外一个争议呢 是这一位屠杀书籍的作者 昨天来开的这个记者会 他今天中文时报就说 还是狭阳人来介入台湾选举手段遏制 其实也延续了昨天中文时报 在头版头条当中的一个报道 好 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是广告 翻到内夜的Air版面 柯文哲对于昨天说 这个作者说他是个骗子 他说 这外国人说我们是骗子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柯批要求他24小时之内要道歉 否则要提告 而这位作者呢 叫做葛特曼 他就批柯文哲非常的邪恶 主要是说呢 他还教中国怎么样把叶克摩 用在器官移植方面 兼自由时报有整个版面的报道 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得奖方面 中文时报今天内夜说 96岁的亚希金 是最高领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次是由美国 法国跟加拿大的学者 他们共同来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奖项 另外报今天内夜说 这是光学孽子 射雷射物理突破了一个发明 也让这三个人获奖 另外就国内学者其实高度评价 因为用雷射为能源的问题 能够提取一些解决之道 所以这个物理学奖 其实在接下来可能还有其他 在科学方面的一个应用 今天在报纸当中的报道 好 今天看到了在苹果日报的头版 好 是广告分到那页当中 倒是刘泰英的消息 因为苹果直接说 刘泰英跑到了北韩这边 前进朝鲜新特区 跟北韩的所谓的特首 两个人的相见欢 喝酒等一些情况 今天两个全版的报道 也让大家知道说这新一周特区的 这性质其实类似于香港 兼苹果日报的报道 联邦今天谈到了关塘案 在今天投票 传环伟串联缺席 环保署的环平大会 将审查关塘工业港区 中游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 环境影响差异分析案 预计将会投票来表决 但是外界视为这是藻礁的保卫战 环团昨天就开记者会来力保藻礁 不过环保署他们随后就发新闻稿 内容被指说恐怕是护航中游 这也增添了今天环平大会的变数 另外同一个版面当中 联合报谈到说 球员兼裁判环保署的角色恐怕错位 还有就是要讨论的是 厨余养猪到底要禁还是不禁呢 在新政院17号的时候 将进行讨论跟协商 好 今天在报纸当中 其实还有蛮大篇幅的是 高铁延伸到屏东案的这个评估结果 自由时报 联合报 今天都坐在管头的位置当中 其中联合报谈到了 高铁南沿到屏东 自长律会攀升 恐怕赔个30年都不会赚钱了 铁道局估计在30年之内难以回本 这个月还会再开审查会 自由时报谈到了 明年结婚的吉日 好日子大概比今年少了两成左右 但继艳客预算减半的一个消息 好 今天在联合报的那一 还谈到了虎头峰 这个秋冬季节虎头峰 最近出来肆虐的消息 在嘉义这边有一个51岁的男子 在自己后院在喂鱼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成群的虎头峰的攻击 他回到室内之后就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还是不治 那么他有心脏病被叮咬之后 还出现了过敏反应 所以今天还要相验他的遗体 来厘清死因 财经焦点方面 今天经济日报的内夜 谈到了新兴货币的一个危机 央行这边说阿安啦 不用太担心 总裁杨金龙强调我们具有国际的收支健全 经常账顺差等四项优势 有助于汇率维持动态稳定 好 跟这个在货币的危机方面 建中时报那也说 像印尼顿最近惨叠 还有七国卫爆弹 在央行所释出的业务报告当中 还点名了 包括斯里兰卡南非阿根廷 还有巴基斯坦 埃及跟土耳其 以及乌克兰这七个国家 同样面临到有汇率方面的一个风险 经济日报今天内夜谈到了 这股汇昨天双杀 外资卖超122亿元 台股台币方面贬值超过了一角 另外工商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是说外资翻脸狂吐了122亿元 好 这就是今天 清晨六点钟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林 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